大家好我是DJ阿州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一般傳統習俗 在大年初一 會到廟宇去拜拜 以下就是我到台南市 天壇也是所謂的天空廟 為各位拍攝的影片 讓各位看 台南人習慣在大年初一 要到廟宇去走的情形 因為是大年初一 停車比較不方便 所以說我將我自己的 在外頭用走路的方式 走進去 我是把車子停在公園路 之後再走進來 當然是走天堂的側門 走進去 那沿途都會看到有些人 這個廟宇旁邊都會賣金子的 產業 那我也是有固定 跟某一家店家 是購買金子進去 摩拜 拜拜 那今天 早上來到這邊 基本上門不是很多 可見最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覺得一年一年的 過年的氣息都沒有 好的 說著說著走到天堂的側邊 我們就接下來 由鏡頭帶各位進去裡面 找找光光 那麽 一樣別看 凡050 4 4 4 5 4 4 6 走到裡面很熟悉的聽到每逢過節 或者有節慶的時候 總是有聽到聖經的聲音 那今天也不例外 因為今天是大年初一 當然這邊就會有聽到聖經的聲音 同時因為大年初一照理說 以往的人潮會很多 可是今天看起來 人啊真的確實比去年還少 因為我幾乎每年過年的時候 都會到天宮廟來走走 參拜一下 綠黃大帝 進到廟宇第一件事當然是膜拜 當我四個廳院都去膜拜完後之後呢 我就比較有心情來開測後面的影片 接下來我會 所以從剛剛走過來的路線 從現在拍回去 給各位看一下 整個天宮廟大年初一的 那一部整個人潮膜拜的一個情形 很給死人的一部 所以不漢堡所在這邊 就是地方面前拍到的 最一部的 前途中間的風格 然後散開 一部的 一部的 三部的 一部的 最一部的 相 ak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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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